因大雨水禁,TTC已经关闭Yang University Spadina地铁县 Osku与Bloor之间的区段 公车局同时派出穿梭巴士接送受影响的乘客 公车局表示大雨以及水禁影响到信号系统的正常运作 消防队也奉命赶到联合车站帮助乘客们撤离 环境部早前发出警告 预测大多地区以及南安省今天的降雨量在30到50毫米之间 如果达到50毫米,不仅超过5月整个月44.4毫米的降雨量 也会打破6月1号同天的历史记录 该记录是1947年创下的40.6毫米 警方提醒驾车人士,今天大多区不仅有大雨 同时会有狂风伴随,能见度较低 因此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 释迦堡地区昨天晚上发生一宗严重的枪杀案件 这已经是多是今年的第20宗谋杀案件 警方正在对此案展开调查 警方透露,受害男子的尸体在昨晚11点左右 在Lawson Road加Santennial Road附近地区被发现 当时尸体被放置在停靠于Airvine Road上的 一辆银色凯迪拉克轿车里 附近的居民表示曾听到枪声 之后发现一名男子在车中失去知觉 到场的警员证实,该男子头部中枪,当场死亡 到目前为止,警方并未公布死者的姓名以及年龄 也并未向任何人提出指控 吉那大通用汽车公司今天决定 关闭位于安省澳沙华的一间零件组装工厂 此举可能导致2000多名工人失业 对当地经济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通用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这次关闭的工厂是位于澳沙华地区 最后两间零件组装厂的其中一间 公司计划在2012年第四季度 停止该工厂的第三条生产线 2013年第一季度第二条生产线停产 到2013年6月 Chevrolet Impala生产接近尾声 该工厂的所有生产线将会全部停产 预计将会有2000名员工受到影响 工会代表表示 这次的决定不但会对这2000人造成严重影响 而且会对当地的就业市场造成冲击 该工厂原本计划在2008年关闭 由于其中Chevrolet Impala汽车的销售一直上升 才将关闭的决定延迟至今 根据一份安省进步保守党获得的资料 安省卫生厅自2007年以来 对安省空中救护队设计的145宗急救意外 进行了调查 今年之内的调查个案总数是40宗 其中有5宗患者死亡个案 卫生厅已经在上月23号 就这些个案对立法委员会进行了简报 这些意外包括急救直升机延误 急救人员无法在机上拥挤的环境当中 对患者实施急救 以及在急救过程中氧气或药品不足等 卫生厅表示 空中救护队对其中部分意外不负责任 或证据不足不具备投诉条件 针对部分个案涉及空中急救队直升机内部设计不合理 急救人员无法施救导致病人死亡的个案 空中救护队官员表示 救护队在飞机内饰设计上赤资600万家园 甚至派出一组人员前往瑞士学习 这位官员坚称 除了飞机起飞和降落之外 急救人员可以在飞行过程当中救治患者 但他同时表示飞机的内饰设计需要改善 并正努力寻找永久解决问题的办法 除了急救意外之外 省立法委员会还在对空中急救队高层的高薪问题 以及其所设立的盈利网站进行调查 安省审计总长批评省府 每年为飞行服务队拨款1亿5000万家园 却监督不利 目前飞行服务队正因为财政违规问题 接受刑事调查 来看家国方面的消息 轰动全国乃至是全球的杀人碎尸 人体残肢邮包案 继一犯29岁的Luca Rocco McNaughta身份被确定之后 受害人的身份也在今天得以证实 他是33岁的中国留学生林俊 受害者林俊是康考迪亚大学的学生 警方说林俊在5月24号失踪 在失踪当天或第二天被杀 同时记录杀人过程的视频也被传上网 在5月26号 一犯Luca Rocco McNaughta从蒙特利尔杜鲁多国际机场潜逃出国 29号死者家属报警 同一天藏有尸块的邮包以及其他遗骸 分别在沃泰华和蒙特利尔被警方发现 警方相信是McNaughta将林俊杀害 二人被情侣关系 尽管还未得到本国警方的证实 法国警方今天表示非常肯定McNaughta就藏匿在该国 并已经对其展开搜捕 同时国际刑警组织也已经在昨天 公布了McNaughta的照片和相关资料 协助本国警方抓捕疑犯 联邦国会昨晚通过法案 正式对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罢工工人下达复工令 该公司今天表示本国境内全线铁路运输网络 从今天早上的7点钟开始逐步恢复正常 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 四间800名机车工程师 售票员以及调度员等 自上月23号开始罢工 迫使本国第二大铁路运输系统瘫痪 由于劳资谈判迟迟没有进展 联邦国会昨天通过了保守党政府提出的复工令 下令工人停止罢工 据悉受到罢工影响的运输服务 将在未来两天内逐步恢复 但联邦劳工部长雷利表示 罢工造成的货物积压问题 要花费几个星期才能够彻底解决 在复工令下 政府将派出仲裁人 在90天内提出新合约 工会方面尽管对联邦政府的举动不满 但建议工人遵守法规 按时复工 经常南下美国购物的朋友要注意了 本国民众今天开始 过境前往美国购物的免税额 按照停留时间的不同 分别有多少不一的较大提告 根据政府公布的最新法规 到美国停留时间超过24小时的本国国民 免税额由原来的50美元提高到200美元 停留时间在两天到七天的国民 免税金额由原来的400美元增加一倍 达到800美元 而停留时间超过一个星期的国民 免税额也从750美元 被升至800美元 本国政府表示 通过这次的改动 可以让边境工作人员把注意力 集中在安检的部分 同时希望可以提高国民的消费抑郁 不过相关业界人士表示 大多数国人到美国购物的停留时间 都是少于24小时 政府在这一类别的免税额 并没有提升 还是零 相信对跨境购物 以及边境人员的工作 难以产生太大的改变 下过消息过后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广告后来好 国际新闻一会儿见 全新英文财经报导 动机中国到亚洲的经济动脉 发放更全面的财经信息 台经亚洲 中国的经济腾飞 财经高峰会 从星期六下午三点半 为家国人士介绍中国致富机会 真正的奢华是低调的华丽 使时间和智慧进一腿 无需张扬 就像王富锦商城存在的本身 已经耀眼到让人无法忽视 王富锦商城 张显地标建筑的经典魅力 引领半井时尚风向 奉献优质人生享受 体验一站式完美生活 详情请致电 905-888-6788 大多故事 与您相约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回到6月1号的国语晚期新闻 我们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叙利亚外交部门 就胡拉镇屠杀事件 公布初步调查结果之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今天召开特别会议 调查胡拉案 叙利亚胡拉大屠杀案 调查小组 昨晚宣布了初步调查结果表示 目击者称 有600到800名从外地前来的武装分子 向该地区和首位的政府军发动了进攻 所有在袭击中的死者 都是支持政府的人 恐怖分子要求他们上街拿起武器 加入反政府示威 遭拒绝后 向他们下了毒手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今天召开特别会议 调查胡拉案 分析人士称 惨不忍睹的胡拉镇血案 让叙利亚再次面临重要的转折点 更令人担忧的是 旭各地恐怖袭击事件正在增加 多起袭击手法 与基地组织十分相似 但造成人员伤亡后 无人出面任理 政府和反对派互相指责 是对方所为 而真相始终扑朔迷离 德国总理默克尔 今天与到访的俄罗斯总统 普京会晤后说 德俄两国致力于 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 默克尔在柏林总理府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两国将在政治上 尽一切可能 避免叙利亚爆发内战 和更多人遭受伤痛 他说 联合国阿蒙叙利亚 危机联合特使安南的 和平计划是一个出发点 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 必须全力以赴 致力于和平计划的落实 在可能的情况下 需要采取政治行动 对他加以补充 普京表示 相信在叙利亚问题上 能够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他说 现在必须全力制止 暴力升级和内战爆发 内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安南和平计划不容失败 普京拒绝有关俄罗斯 单方面支持叙利亚政府的指责 他说 俄罗斯与叙利亚 拥有良好的长期关系 但俄罗斯不支持冲突任何一方 普京和默克尔在今天的会晤中 还就欧债危机 两国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等议题 进行了讨论 这是普京再次就任俄罗斯总统以来 首次出访德国 普京今天还将前往巴黎 与法国总统奥朗德会晤 国际癌症研究署今天在英国期刊柳叶刀杂志发表的研究报告说 到2030年全球癌症病例或将增长75%以上 其中发展中国家增幅最大 IARC估计2030年全球癌症病人数量 或从2008年的1270万升至2200万 占全球人口总数的0.3% 联合国对全球人口数量的预计 IARC对184个国家癌症病例的跟踪数据库 以及直肠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的预期增速 高收入国家女性肺癌预期增速 是IARC预测判断的基础 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估计 贫穷国家2030年癌症患者数量将翻倍 报告表示 这次研究凸显了癌症作为全球性病种的多样性 以及癌症患病模式国与国之间的差异 必须进行有针对性的干预 有效控制不健康生活方式的蔓延 其中包括禁烟 减少酒精摄入和肥胖 促进锻炼等 目前相当数量癌症病例出现在最富裕的国家 虽然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数量的15% 但癌症患者数量占全球40% 最常见的癌症为直肠癌 肺癌 乳腺癌 前列腺癌和胃癌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美国 美国劳工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美国5月份的失业率不降反升 由上个月的8.1%上升至8.2% 由于经济和就业是今年美国大选的中心议题 这一数据对奥巴马竞选连任敲响了警钟 这是过去11个月来 美国失业率第一次不降反升 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曲折复苏的态势 以及仍然黯淡的经济前景 毛工部的数据显示 5月份美国非农业部门新增岗位6.9万个 这是全年最差的数字 也远低于市场预期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 疲软的就业增长可能会破坏奥巴马的连任前景 其共和党对手罗姆尼今天迅速发表声明 将今天的就业报告称为是对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的毁灭性消息 奥巴马的团队对此做出反驳指 就业市场存在的问题是一个长期导致的结果 不会在一夜之间得到解决 最近多份民调军显示 奥巴马与罗姆尼的支持率难分伯仲 因此美国民众最感同身受的失业率情况 很可能会对大选结果造成直接影响 盖洛普于5月23到30号期间进行的民调显示 奥巴马以47%的支持率略微领先罗姆尼的44% 考虑到正负两个百分点的误差 因此两人的支持率实际上不相上下 感谢观看